女人叫小美是个穷人家的孩子 男人叫小帅 是个可怜的孤儿 他们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小伙伴 而是有人欺负小美 小帅总是前来为他报答不平 小时候的他们总是结伴在一起玩耍 两人在一起度过了快乐的童年生活 如今他们长大了 小帅成了一个爱唱歌跳舞的帅小伙 当他练习节目时小美会经常来看他表演 他们会经常像小时候那样一起结伴游玩 其实小美早就对小帅放心安许 小帅则更多的把他当做妹妹来照顾 然而好景不长 他们两小无猜的感情遭到村花的嫉妒 村花嫉妒小美比她长得漂亮 还有个帅气男闺蜜 总是有事没事找她查 小美也不是任人欺负的阮士子 硬是打起来村花不是她的对手 怕自己吃亏村花不敢正面和她对手 看着小美得意的扬长而去 心生嫉妒的村花怀恨在心 她不想让小美得到她想要的幸福 趁小帅在采摘莲花时主动跳入水中勾引她 被聊得春心荡漾的小帅信以为真 以为村花是真的爱她 殊不知村花只是把她当成报复小美的工具吧 这晚到了小帅和师傅表演节目的日子 小美带着花环想向小帅表心意 可半道上却遭到坏人侵害 而这些坏人正是村花指使 在危急关头王哥前来及时营救 在王哥的帮助下她顺利赶到寺庙 她看到喜欢的小帅正表演节目满心欢喜 并幻想着小帅身边的女主角是自己 幻想着她和小帅郎情切意十分恩爱 幻想着他们一起表演着优美的舞蹈节目 突然小美被观众的掌声拉回了现实 她正想走上前送花环向小帅表白 却被心机的村花抢先一步 她听到小帅说爱村花 伤心的小美听到心碎的声音 她手中的花环掉到了地上 哭泣的小美默默地离开了寺庙 在村花的默许和暗示下 小帅答应去村花家提亲 可她不知道的是 村长早就为女儿找了个成林女婿宝哥 爱慕虚荣的村花见宝哥有钱有势 极客对她以身相许 没想到却被前来提亲的小帅撞见 小帅误会宝哥在欺负村花 极客狠狠地教训打起了宝哥 他们瞬间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村花在旁劝架也无济于事 直到村长前来两人才停止了战务 小帅拿着花环向村长提亲 贤听爱富的村长提掉了小帅的花 指责他这个穷小子配不上他女儿 村花也改变嘴脸说不爱他 他是不会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儿 就这样小帅的真情被无情地见他 他失魂落魄地走到稻田 不明白昨晚还说爱他的女人怎么说变就变 他徒手垂直发泄失恋悲痛的情绪 说完他就静止摔倒在水稻田里 此刻的他感觉身无可恋 远处小美看到这幕心疼难过不已 他拿来一片芭蕉叶子给小帅 说快要下雨了让他拿去避雨 小美开导完小帅之后就离开了 宝哥白天被小帅打一直怀恨在心 他蒙上面惊叫来两个同伙绑架了小帅 残忍地将他推入深坑 竟想惨无人道地将他活埋 秦迪不顾男人的苦苦哀求 他用铁锹用泥土把坑抹平 企图让男人的生命痕迹 从此在世上彻底消失 不一会可怜的男人就被埋在了土 做完令人发指的暴行后 秦迪便带着属下得意的扬长而去 此时雨越下越大 犹如断了线的珠子 霹雳啪啦地落下来 突然天上的雷点燃了一根树枝 那段只掉到地上引起了女人的注意 他看到泥土冒出的那块熟悉布料 即刻认出这是他暗恋男人的衣服 预感不妙地他即刻疯狂地用手抛腾 他冒着瓢泼大雨不停地徒手挖呀挖 不一会他发现了小帅的脚 于是他边哭边呼就边更为卖力地跑 他拼命努力地刨开掩盖男人的土 不一会他终于挖出被掩埋的男人 但此刻男人却昏迷不醒 任凭女人怎么不叫他就是没有回应 哭得撕心裂肺的女人呼喊着男人的名字 他期待着男人能醒过来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最后小帅还是终于醒不过来 醒来的小帅看到小美倍感欣慰 后来在师母的精心照顾下 他恢复了健康 劫后余生的他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小美 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和开导之言 经过这次劫难小帅意识到 他的真爱一直在身边 他即刻忘掉心经理转而追求喜欢他的小美 看到小美接受了他的爱 小帅心里乐开了花 果然心恋情是治疗情上的最好解药 之后他们依依不舍的分别 想到自己多年的暗恋终于开花 小美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爱情让他感到生活更加美好 然而紧接着他的生活又跌入兵骨 原来他父亲欠了赌债被赌方老板扣押 在妹妹的通知下 小美即刻来向赌方老板求情 求他宽限一些时日 等存够了钱必定会如数奉还 可赌方老板基于他的美色 提出要让小美做他妻子来还债 美爸也同意赌老板的要求 见女儿不愿意进还对女儿动起了 看情况不妙小美逮住机会逃了出去 但父亲又追到家想强行把他送过去 母亲也劝他去给赌方老板做妻子 只要嫁给他就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但小美坚持要嫁给自己的爱情 并责怪父亲的好赌才惹来如今的祸事 数罗父亲怎能这样对待他 就好像他根本不是他的女儿 美爸一时气急之下说出真相 说他是他母亲和别的男人的孩子 直到此时小美才明白 为何之前父亲总是不待见他 不禁让他想起儿时的往事 年幼的小帅曾经给他处理过伤口 他很惭愧自己一直是他的父亲 小帅表示有他的陪伴让他很高兴 当他情不自禁地想吻小美时 突然水开的声音打断了他们 与此同事在另一边 小美的家人躲在家里瑟瑟发抖 他们担心赌方老板前来催债 可等来的却是有黑帮势力的宝哥 原来宝哥自称和赌方老板交情好 在他的求情下宽限他们一些时间 让他们想办法筹钱还债 小美的父母即刻感谢宝哥的帮助 美妈还想让小女儿傍上宝哥这个靠山 之后还好酒好菜招待宝哥 并故意让小女儿送宝哥回家 美妹想棒得有钱人 便频频向宝哥按送秋波 心领神会的宝哥正想带他去做游戏 但突然村花的道来打断了他们 村花指责美妹竟敢勾引她男人 接着他们相互撕扯扭打在一起 他们你来我往打的不可拍交 战况意识变得非常激 美妈文生前来也加入战斗 她则和村花的庸人扭打在一起 旁边的宝哥想劝架也无济于事 直到宝哥歇斯底里的怒吼 才让他们停了下来 小美向美妹炫耀她已经是宝哥的妻子 让他不要再惦记他的男人 如果不信让他自己问宝哥 此时宝哥丝毫不敢反驳村花的话 原来小帅被活埋救起后 舞蹈学校的人前来向村长讨说法 是村长找借口支走了他们 但他却亲眼目睹是宝哥所为 他以此威胁宝哥娶他女儿 为不让自己的恶行曝光 宝哥答应村长要带他女儿去城里生活 所以他并不敢反驳村花的话 但美妹得知宝哥已有了村花并不死心 他告诉母亲他不想再过穷困的生活 也不想被父亲卖掉去还债 他决心找到机会傍上宝哥这个金主 与此同时另一边 这晚小美服用小帅给他的药后退了烧 他向小帅述说家里有赌债要还 说他的亲生父亲抛弃了他 小帅开导他至少他还有母亲和妹妹 但他没有妈没有爸从小到大孤身一人 比他要幸福多了 他开导小美虽然他们不能选择出身 但可以选择做什么样的人 并劝他积极努力的解决问题 小美在小帅的开导建议下 晚上他回到家告诉母亲 他要申请加入舞蹈学校去唱歌跳舞 以此挣钱来还清债务 当母亲试着询问他是否想知道生父是谁时 小美表示对一个抛弃他的人不感兴趣 美妈便没继续说下去 次日小美在切田螺 小帅就带来好消息 说舞蹈学校决定招收他为弟子 开始小美显得有些不自信 小帅说他从小在他身边自学唱歌跳舞 技能一点也不比他这个专业的学生差 很快小美在小帅的陪同下 一起向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师拜师学艺 老师很乐意收他们为弟子 接着他们一起跟随老师练习舞蹈 不久后他们就配合的完美默契 舞步如流水般优美 让人不禁陶醉其中 老师对他们的舞姿赞不绝口 宣布他们可以组建自己的团队出巡表演 也可以以此谋生讨生活 在开始表演节目之前 他们一起拜访了寺庙的僧人 小帅表示他将要演一个经典的皇室情侣戏剧 他很希望自己的女主角是小美 但传统上这种戏的女主角只能是男人去扮演 对此他们两人都显得有些遗憾 但僧人却脱口而出 如果他们原本就是皇室情侣 就有可能不一样 僧人似乎看到他们 正是戏剧里那对抗力情深的皇室情侣 没想到僧人的话一语成衬 小美居然打破了传统 真的当上了小帅的女主角 原来宝哥听说小帅要表演的消息 怀恨在心的他为报复小帅 他不想让演出成功举行 便派人绑架了小帅的女主角 大家寻了半天没找到那个演员 眼看节目不能顺利进行 师母集中生智提出让小美去替代 但师父表示这个角色只能由男性扮演 这是由祖师爷定下的规矩 便让王哥演小丑的角色拖延时间 再派人去寻找演员 但寻了半天不见演员踪影 由于考虑许久后 师父觉得祖师爷的规定不一定正确 为不让前来看表演的村民失望 最后同意让小美去演女主角 结果效果却出奇的好 村民们夸他们的歌声就像天籁 舞姿也是种视觉盛宴 看到这幕刻把宝哥气出了内伤 但很快他发现美妹又对他按送丘薄 心领神会的他即刻偷偷和美妹约会去 小美和小帅也成功完美的完成了表演 师父和师母对他们的演出也十分满意 之后师父让他们两人向祖师爷道歉求原谅 他觉得不让村民失望即使犯错也是值得 并认为有些错误必要时需要改正 就这样小美和小帅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正式表演 小美特别开心终于当上了小帅的女主角 之后他们一起向神社祈愿许下爱的诺言 他们向彼此承诺会一直相爱直到死去 特别是小帅还发下毒誓 如果背叛小美让他不得好死 许完爱的诺言后 他们紧紧的相拥在一起 在寺庙的僧人似乎感应到他们爱的诺言 但他又看到古装扮相的他们 似乎两人的爱情结局是个悲剧 僧人只得发表自己的愿望 另一天村花和女佣出来寻找宝哥 却碰到美妹衣衫不整的从鱼里跑出来 得到宝哥的美妹显得洋洋得意 还言语奚落起了村花 原来事后宝哥答应美妹 会为他们家偿还债务 之后还会亲自登门拜访求娶她做妻子 美妹开心她终于棒上金主 以为可以过上有钱人的生活了 殊不知等待她的僵尸无尽的痛苦 因为宝哥发现小美是小帅的真爱 怀恨在心的她又要实际报复 小帅还拿出自己的积蓄 赎回被小美父母卖掉的牛送给她 并表示要努力挣钱帮她一起还债 当他们憧憬美好幸福生活时 可大反派宝哥又出来作妖 她要毁掉小帅的幸福 便让赌方的老板毒打小美的寄付 逼他们马上还清债务 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时 宝哥假惺惺的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 帮他们偿还了债务 但条件就是要让小美做她妻子 于是美妈给了件漂亮衣服让小美换上 小美数落母亲不如拿着这些钱存来还债 听到父母说宝哥已帮他们还清了债务 小美不相信宝哥会如此好心 肯定是别有所赌 果然母亲说那笔钱就当作是彩礼 此外还会给她加一笔钱 妹妹听到这个消息欣慰的笑 她以为宝哥是按约定来求娶她的 可当她听到说宝哥求娶的是姐姐 她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便慌忙的抢过姐姐的布料 表示她已经是宝哥的妻子 说完她就去寻找宝哥表示要问得清楚 小美见父母要强迫她嫁给宝哥 她慌忙的离开家逃了出去 想找到小帅寻求帮助 另一边美妹在及时碰到村花 便询问她宝哥人在哪里 她不顾母亲的阻止 当众宣布她也已经是宝哥的妻子 听到这个消息的村花怒不可恶 即刻打了美妹一个大耳光 接着他们又撕扯扭打在一起 不可避免的他们又发生了一场恶战 菜场的人也纷纷驻足看热闹 宝哥的属下嘲笑他们在为宝哥争风吃醋 可笑的是此刻她却在另寻新欢 听到村花问到了宝哥的下落 美妹即刻去目的地寻她 与此同时另一边 小美终于跑到了小帅的小木屋 可当她打开门的瞬间 发现屋里坐着的竟是宝哥 原来宝哥以定乐器的名义支开了小帅 预感不妙的小美想逃走 但宝哥却对小美动起了粗 从小干惯农活的小美战斗力不差 她狠狠踹倒了宝哥 然后趁机逃了出去 逃到外面的她却碰到继父 狠毒的继父近趁女儿不被打晕她 然后把晕倒的小美扛到小木屋 把她当作礼物送给了宝哥 宝哥很欣慰飞走的鸭子又回来了 她端向着昏睡的美人玉对她意图不滚 此时小美醒来 她再次使出浑身解数反抗宝哥 可宝哥死死扯住了她的胸衣 眼看她的春光即将被走光 危急关头小帅及时赶来英雄救美 原来小伙伴们在菜场得知宝哥遇侵害小美 小伙伴追上小帅的船告诉她事情原委 小帅便急忙返回 她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家赶 幸好她在危急关头救下小美 她得小美披好衣服后 就和宝哥又赤手空拳打斗了一遍 农家小子出身的小帅战斗力很强 几个回合下来 就把宝哥打得落荒而逃 追上去的小帅狠狠地教训宝哥 警告她不要再欺负小美 可美爸竟从后面挟持小帅帮宝哥对付她 小美赶来求父亲放下刀起 可继父竟又对小美动起了粗 此时美妹也赶到了现场 她急忙走上前讨好宝哥 宝哥只想对付小帅报仇 见美爸控制住小帅让她发泄情绪 丧心病狂的宝哥竟拿起刀就刺了情绪 哪只小帅一个灵活闪躲 那刀落在了美爸身上 宝哥一时也不知所措地丢下了刀 此时村长帅大家都来到了战场 宝哥竟恶人先告状诬陷小帅是凶手 碧秋之河的村长不分青红皂白 为保护女婿竟要把小帅就地正法 小帅只得带着小美匆匆逃走 他们想去寻找老师的帮助 却发现舞蹈学校正被村长搜查 小伙伴表示医生正为美爸治疗 目前她没有有力证据 建议小帅选逃走必必封头 再慢慢想办法 他们发现指挥官封锁了村庄的每一个出入口 而此时在家里 美爸被治疗后昏迷不醒 美妈希望她能醒来指证谁是凶手 美妹不想自己没有丈夫 所以她没说伤害父亲的是宝哥 而小帅和小美只得在森林里过了一夜 醒来却发现更多的人前来抓捕他们 他们逃到河边想坐船离开 却发现船也没了踪影 如今已经无路可逃 绝望之下的他们决定共赴黄泉路 两人觉得只有死亡不能让他们分开 决绝的两人在水中紧紧的相拥彼此 小帅和小美双双闭上眼睛 静静的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突然一些前世的画面浮现在他们脑海 穿着古装的他们也如现在这般在水中 只是那时他们是深情的拥吻在一起 突然他们又看到前世的另一些画面 小美身着五姬服装在逃亡 小帅则身着古装和追她的人在战斗 看到小帅屡屡陷入危险小美担心不已 小帅和为首的将军拼得两败俱伤 最后她虽然斩杀了全部敌人 但自己也中刀命在旦夕 小美告诉小帅如果她活不成了 她也会追随她而去 说完她就准备拿刀自尽 奄奄一息的小帅拼尽全力阻止她 示意她要好好活下去 可等她断下最后一口气 小美也义无反顾拿刀自尽 她选择追随小帅而去 在临死前她许下愿望 希望他们下辈子能够相爱相守在一起 看到前世的他们竟有着如此悲惨的结局 他们猛然都回过神来 小美示意小帅她有话要说 心领神会的小帅解开绑在她身上肚条 示意让小美游出水面活下去 当小帅想游上去时 一根树枝却扯住了她的裤子 她费尽全力拔出了树枝 最终也平安地浮出了水面 一番沟通后 才知刚才两人都同时看到他们的前世 小美和小帅都十分伤感 难过前世他们都不能相爱相守 所以小帅改变了殉情的主意 他们表完心意互诉完中常后 又紧紧深情地相拥在一起 此时宝哥也追到了河边 怀恨在心的宝哥竟想杀了小帅泄粉 幸亏村长和舞蹈学校的人及时赶来 借着村长带小帅去寺庙审问 小帅坚持她没有做错任何事 小美也解释事情的起因 是宝哥想对她实施侵害在前 小帅为保护她才发生打架事件 村花说她和宝哥相亲相爱不可能觊予她 表示她爱小帅所以她的证词没有可信 此时美妹也赶来表示她是目击证人 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美妹为棒上宝哥竟诬陷是小帅刺伤了父亲 得意的宝哥便要把小帅抓入监狱 村花则警告美妹尽管她帮了宝哥 但绝不会让她上位的 一气之下美妹又改口是宝哥刺伤了父亲 正当大家以为真凶要落网时 美妈的到来又改变了一切 她表示她丈夫已经醒来 丈夫说她不小心摔了一跤伤了自己 并不关任何人的事 她让村长就此作罢 于是村长宣布此事就此告一段落 备受委屈的小帅追到村长 要求对诬陷她的行为道歉 并让宝哥停止报复的行为 宝哥表面上答应却并没放下仇恨 小美和小帅准备离开寺庙时 发现僧人正微笑地看着他们 他们前去询问看到前世的原因 僧人表示过去的事已经无法改变 只劝他们心存善念 做好事 善事和好运就会伴随他们 解决所有的麻烦之后 小帅和小美开心地跑到稻田 他们让稻瑞当观众 两人随着学校传出的音乐翩翩起舞 他们深情地演绎着皇室情侣舞蹈 突然一个美女前来 撞见这幕不禁驻足观看 她被这抗力情深的优美舞蹈深深吸引 舞蹈结束后 她礼貌地上前问问 并介绍自己是来自于城里的小白 因为要去寺庙不小心迷了路 还夸他们的舞蹈操得不错 但女性为女主角看起来不符合传统 小帅介绍小美是她的爱人 也是她的女主角 突然前来寻小白的庸人打断了她们 此时小帅和小美都不知 这个女人将会彻底改变她们的命运 原来这个女人是白殿下的女儿 她们妇女正来为她们的戏剧团物色门徒 如今正在村长家里试镜选演员 但宝哥又从中作梗 他雇佣了一批人去阻止小帅来试解 结果小帅寡不敌众被打得很惨 当她陷入危险时 小美的到来救了她一命 尽管小帅身受重伤 她还是想去试解 但背着她去时却在中途晕了过去 白殿下迟迟没等到老师推荐的小帅 认为她不守时也不尊重人 尽管她多么有才能也决定不入用 正当他们决定去下一个村子时 小美赶来向大家禀告事情原委 舞蹈学校的人急忙向白殿下告辞 他们看见小帅身受重伤昏迷不醒 晚上小白也来到舞蹈学校探望 她送一盒药物给小美 希望小帅服下早日康复 小白在白天看过她跳的舞蹈 她不希望这么一个有天赋的人被埋没 便说服父亲留在村里等三四天 希望父亲能给小帅一个试镜的机会 白殿下看在女儿的面子上 决定给小帅一个试镜的机会 这又把宝哥急出了内伤 尽管没完全康复的小帅不能跳舞 但她凭着她的天赖歌声还是征服了白殿下 她即刻宣布录取她为戏剧团的成员 并宣布让她去城里住她家学习和生活 表示会把她打造成家喻户晓的明星 听说她有个陪她唱歌跳舞的情侣 为让她全心全意投入学习 还允许小美也陪着她一同前去 小帅和小美感谢白殿下的好意 在离开之前美妈把一枚戒指送给小美 说这是之前她生父送她的定情幸运 她曾经许诺会来娶她 后来她娶了一位贵族小姐 母亲表示现在这个戒指毫无意义 她让小美带去城里 如果缺钱用可以把她卖了换成钱 小美把此事告诉小帅 并让她帮忙把戒指戴在脖子上 她想以此提醒自己 不要像她生父那样违背诺言 和师父依依不舍地告别后 他们就踏上去城里的旅程 不久之后他们到达了繁华的城市 宝哥作为白殿下随从的后代 野子成父也为他效忠 从他一起来到城里的还有村花 但走到集市时 前去上洗手间的小帅没跟上大队伍 他一不小心迷了路 却被一阵悦耳的古典音乐吸引 原来有人在表演皇室情侣戏剧 他不禁停留下来看得津津有味 台下一位看表演的贵族男子注意到小帅 不禁和他闲聊了几句 当小帅说出他村子的名字时 贵族男士显得很惊讶 此时前来寻找的小美也找到他 他们彼此不禁攀谈了几句 贵族男士对那个村子很感兴趣 他表示在那里他有个熟人 小美让他说出名字说他肯定认识 正当男子要回答时 白殿下前来打断了他们 他指责男子别有用心要抢他的门头 原来都有自己剧组的他们是个死对头 白殿下指责贵族男子抢走了他的得意门生 黑衣男子则责怪他冷乎无情事就由自取 他们双方个说一词吵得不可开交 小白劝父亲离开这里 在离开前白殿下说他找到了真正的戏剧英雄 他让黑衣男子拭目以待 不久小美和小帅就在府里安顿了下来 因为男士和女士的房间是分开的 所以他们必须要住不同宿舍 小帅对这里的新老师行了拜师礼后 就开始起紧张的排练生活 小美平时则在厨房帮忙 和善的小美和庸人们相处得很好 小帅的能歌善舞让白殿下很满意 白小姐也越来越欣赏优秀的小帅 那充满男性魅力的身材深深的吸引了他 小白不禁见色起义对他动了心 接着他就主动走进小帅 听到闭着眼睛正在洗头的小帅误会他是小美 他干脆将错就错冒充他的爱人 先是帮他浇水洗头 然后还帮他擦洗揉搓身体 直到小帅回过头发现他拆势的人是小白 吓得瑟瑟发抖的小帅急忙向他道歉 他谎称自己出来散步偶然碰到他 小帅则礼貌的和他寒暄客套着 并劝他早点回家 回到家的小白暗暗发誓 他要不择手段得到小帅 这晚看见小帅在等小美约会 便又主动上前和他搭讪 小白首先表示羡慕他和小美的两情相悦 然后可怜兮兮的表示自己孤独没人爱 听到小帅安慰他出身高贵长相交好 这么好的条件他可随意挑选对象 小白接过话题询问是否可以选他 用言语聊拨小帅后 又让帅哥查看他的舞蹈动作是否准确 他以学习舞蹈的名义 去创造和他亲密接触的机会 接着他就妖娆妩媚地展示他那恶魔身姿 贴身在小帅身边跳起了优美的古典舞 他想用肢体语言先征服小帅 感觉不对劲的小帅想松开他那暧昧的手 但小白却紧抓着他的手不放 听到小白说每晚都会向他学跳舞 小帅即刻拒绝小白的提议 表示孤男寡女晚上单独见面不如 说他已有爱人不想让别人误会 还让小白趁早回去 可心机的小白故意摔倒 他谎称自己扭伤了脚 小帅表示去请庸人前来帮忙 可小白却一把拉住小帅 坚持让他抱着他回到主屋去 于是不得已的小帅听从小白安排 贴身抱着小白往主屋赶 小白见自己的计谋得逞 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但这幕却被村花瞧见 他以为小帅在欺负小白 便即刻让宝哥出来教训小帅 公报私仇的宝哥不听别人的解释 他不分青红皂白就教训小帅 指责他吃了雄心豹子胆 竟敢骚扰小姐 他们双方瞬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打动 小帅寡不敌众吃下了暗亏 此时小美赶来也参与了战斗 见小帅受伤他操起棍子就狠揍宝哥 小白见他如此不要命的护着小帅大为震惊 弱小的他一时静震住了宝哥 可不久后小美的嘴角被宝哥打出了血 小帅见到这幕心疼不已 被激怒的他要为小美报仇血恨 即刻表示要对宝哥下死手 但白殿下及时出现阻止他 宝哥诬陷小帅是在骚扰小姐 此时白小姐终于发话 说这是一场误会而已 是他在码头练习舞蹈时不小心扭伤了脚 本来小帅是想请仆人来帮忙的 但小白说他相信小帅的为人 所以才让他抱着他回到主屋来 听了女儿的解释 白殿下瞬间明白宝哥是公报私仇 他即刻严肃地对大家训话 要求大家同住一个屋檐下要相亲相爱 特别要求宝哥要保护小帅的安全 照顾他的星途发展也能让他的戏剧团队壮大 宝哥虽不情不愿但在白殿下的威严和逼迫下 答应殿下以后不为难他而是要保护他 等大家都散去后 白殿下发现女儿的脚受伤势装的 他即刻明白女儿是看上了小帅 教训女儿不应自降身份喜欢下等人 禁止他以后去码头看他们练习舞蹈 小白虽表面上答应了父亲 但实际他却并没有放弃 他虽然不能去码头看小帅表演 但他还是忍不住远距离偷看 这天他发现小帅并没在练习舞蹈 便又偷偷地去小美宿舍偷看 果然他发现小帅和小美在甜蜜约会 看到他们如此恩爱小白极度不已 但却也无可奈何 原来小帅即将在城里开展他的第一场表演 他想邀请小美前去看他的演出 但小美表示他需要留在厨房帮忙 很遗憾不能去但他的心会永远和他在一起 终于到了演出的日子 小帅在表演前祭拜了祖师爷 小白又趁机前来探望他 并奚落他的爱人怎么没来陪他 出房大妈感动小美和小帅的爱情 特意给他放假让他前去看丈夫的演出 于是小美和同事就慌忙地赶去现场 却不小心撞到了小李 他正是王先生戏剧团的演员 看到女人脖子上的戒指 男人才发现这戒指好生熟悉 这项急了他以前送给欣赏人的戒指 但他又认为也许是类似的戒指而已 正当他想问点什么 可小美却急着去看小帅演出匆忙地跑开了 此时男人绝不会想到 刚才的小姑娘竟会是自己的女儿 王先生和小李听到小帅的歌声 也被吸引到现场观看演出 意料之中小帅的演出非常成功 他那精彩的表演获得大家雷铃般的掌声 白殿下很高兴自己的眼光没错 因为欣赏小帅的表演能力 王先生特意赶到后台见小帅 提出要赏给他一笔钱作为奖赏 这幕被白殿下看到打断了他们 白殿下指责王先生居心叵测 是在故技重施要抢走他的门徒 并说他剧团的小李曾经就是他门下的 此时德高望重的市长大人也赶到后台 听到他们两个剧团都怕自己剧团优秀 都想让自己的头牌去戏剧部演出 市长先生最后决定让他们两组进行比赛分个胜负 本是竞争对手的他们即刻答应提议 让他们两组通过决赛分个高侠 从而变成了小李和小帅的决斗 这次白殿下赏赐给小帅一笔钱 同时也赏宝哥一笔 白殿下让小帅承诺不会背叛他 也希望他不顾住他的期望 打败王先生剧组的小李 还让厨房做好美食犒劳大火 厨娘为气气嚣张跋扈的村花 故意把宝哥那盘的肉弄到小帅那盘 气不过的村花想和小美换过来 小美哪里愿意和村花换 当他们正吵得不可开交时 宝哥前来打断他们 了解事情原委之后 宝哥反而维护小美让他去好生照顾小帅 并劝村花收莲点植毕竟不是在他家里 宝哥如今不想得罪小帅丢了工作 见村花不听劝告还对他动情 另一边小美端着晚餐送给小帅 却发现小帅在戒酒交仇 原来小帅很担心自己战胜不了小李 害怕自己会让白殿下失望 小美便暖心地安慰小帅 说他有才华又勤奋 通过专业老师的指导肯定会变得更好 小美的鼓励让小帅扫去阴买友的信心 之后他们又甜蜜地在一起约会 小帅夸小美就像花朵一样美丽 接着两人又甜蜜地拥吻在一起 可这幕又被前来偷窥的小白看到 这让他极度郁闷地发狂 未得到小帅他又开始行动起来 次日他叫小美陪他出来逛街 让服装店老板给他订做衣服 并让他和仆人留在店里等待 而他自己则早早回了家 回来就偷看正在练舞的小帅 这幕被村花的仆人看到 他即刻把此事八卦给了村花 村花联想起小白以前看小帅的画面 即刻明白那是爱慕的眼神 到了夜幕降临时 小白让佣人通知小帅去主屋找白殿下 而他则洗好了早在屋里等待着小帅的到来 他势必今晚一定要拿下小帅 很快小帅来到了主屋 他叫着店下的名字 可屋内的店突然停了 接着小白就拎着灯来到了小帅身边 他装作不知情询问来者何人 得知小帅是来找父亲的 他解释父亲临时接个电话去外出差了 并让小帅帮他修好屋里的店 听到小帅要去找人来帮忙 小白即刻拉住小帅的手 说他不怕黑暗只是怕孤独 他又装可怜博取小帅的同情 求他留下当作朋友陪陪他 于是他们一起喝起了香槟酒 小白还故意露出他的眉腿诱惑小帅 想方设法地引诱他喝了一杯又一杯 从没喝过如此烈酒的 他很快就醉醺醺 小白又趁机拆使他帮他按摩腿 小白轻易地握着小帅的手 想更进一步 见小帅起身想离开这里 他又急忙一把紧紧地抱住小帅 求他留下来陪陪他 小帅一把想推开小白 哪知自己却摔倒在床边 很快便沉沉地睡了过去 见小帅逃不出他掌心小白得意的笑 与此同时出来散步的村花 见主屋漆黑一片 了解到白殿下出差 以及小帅也没在宿舍 他确定小帅此时一定在小白房间 为抓住小帅的把柄 他设法和仆人偷偷地来到主屋寻人 此时回来的小美正想给小姐送东西 发现主屋停了店 以为小白早休息了 当小美想离开时 却发现大门是开着的 与此同时小白看着睡着的小帅 他很欣慰自己的苦心没有白费 马上就能如愿以偿得到小帅了 当他费尽心机灌醉小帅 正准备对他欲行不滚时 村花和仆人的到来打断了他 他愤怒地质问他们闯进他屋里来干啥 并急忙起身推扫着村花让他们离开 可村花却嘲讽奚落小白 说他这么一个高尚的贵族小姐 竟想要偷走下人的丈夫 更以此威胁给他金银财宝当作封口费 否则他们就把此事暴露出去 可他却低估了小白的狠 村花的话音刚落 小白就愤怒地一把推倒村花 然后拔出家里的刀对准他 他警告村花在挡胡来就杀了他们 这招把村花彻底下主 他即刻跪地向小白求饶认错 此时地上的小帅则沉沉地睡了过去 完全不知此时此刻发生了什么 突然他们听到房外小美叫小白的名字 原来小美看到门是开着的 又听到屋里的奇怪声音 他也走到了屋里寻找小白 不久后他看到他从里屋走过来 小白解释家里停电了 所以邀请小帅前来陪他 紧接着小美看到村花和仆人搀扶着小帅出来 女仆解释他们都被邀请来这里玩 大家一起喝了酒只有小帅喝醉了 信以为真的小美便接过小帅 把他送到了宿舍的室友那里 小美虽然有些怀疑 但听到村花和女仆的解释也暂时打消了怀疑 被小白拿捏的村花也有自己的打算 他要看看小白是否能成功抢走小帅 能否让这对死也要在一起的情侣分开 如果小美失去小帅而痛苦 那么他将会很高兴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躺在床上的小白辗转难以反侧 脑海不停地浮现他和小帅亲密接触的画面 只是一个吻就让他回味无穷 他暗暗发誓下次一定要成功得到小帅 另一边王先生也忙着训练门徒 可他自从看了小美带的那个戒指后 总是显得莫名悲伤 原来他独物四人经常想起过去的往事 他想起多年前他初次见到心上人的画面 那名正翩翩起舞的女子正是小美的母亲 当时年轻漂亮的美妈正表演节目 突然小李的呼唤才将王先生拉回现实 王先生让小李勤家练习一准备比赛 小李见老板最近心不在焉有些反常 便向仆人打听老板为何是忧伤 却得知王先生结婚不到一年妻子就意外去世 还说王先生不喜欢他的妻子 他一直惦记着他的旧情人 小李很好奇老板的旧情人是谁 另一边醒来的小帅正吃早餐 得知昨晚是小美把他从主屋接回来的 他担心小美误会便急忙去厨房寻他 却得知小美去了急事 于是他火急火燎赶往急事寻院 他终于看到远处桥上的小美 小美想起昨晚小帅醉久的事 难过的他不禁唱起了忧伤的情歌 这歌声被路过的小李听到 小李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唱歌的行列 看到他们对唱情歌小帅涌起醋意 便急忙走上前打断他们想把小美带离这里 小美却并不急着离开 而是询问小李为何会唱这首歌 小李表示是老板教他的 他也好奇小美竟也会唱这首歌 小帅不想他们继续聊下去 便急忙带着小美离开 却发现他还在为昨晚的事生气 生气的小美自顾自地往家里跑 此时白殿下也得知了小帅的醉酒事件 他又教训其女儿说小帅的身份配不上他 表示会为他介绍身份合适的男人 可小白坚持地执意为之 表示父亲能找喜欢的女人 而他为什么就不行 白殿下指得以小帅已经有妻子反对女儿 但小白却听不尽父亲的权 此时他又看到小帅和小美相亲相爱的画面 他又郁闷极度的发狂 这反而更加激出他的胜负欲 接下来小白要想方设法拆散他们夫妻 从而达到自己的目标 原来小帅和小美解释昨晚醉酒事件后 他使出浑身解数哄好了小美 如今他们又和好如初十分恩爱 可让大家不知道的是 此时在楼上白殿下也看到了证明 尽管他知道小美已有了丈夫 也忍不住被漂亮的小美深深吸引 所以当小美给他倒水时 白殿下竟故意摸小美的手搞起暧昧 厨房大妈见到震慕 好心地支开小美去别处做卫生 小白见到震慕也有样学样 他在给小帅送水果时也摸起小帅的手 白殿下见到震慕是一女儿适可而止 但他自己却做得更过分 他看到小美在那个房间做卫生 竟忍不住偷偷跟了上去 看到小美正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她的苗条身材让白殿下见色起义 竟以教她跳舞的名义近距离接触她 单纯的小美以为白殿下只是在好心地教她跳舞 便顺从地随着她一起做着舞蹈动作 厨房大妈见到这幕即刻看出白殿下的心思 她急忙找借口带走小美 并提醒她不要离大房子太近 只要干好活照顾她丈夫就行 她想说的更多淡话到嘴边咽了下去 接着小美便来到厨房帮忙 却碰到了村花的仆人 两人一言不合吵了几嘴 银路之下的仆人围棄小美 故意说出那晚喝酒的是不简单 说那晚她和村花再去玩一遍 白小姐肯定会偷走她丈夫的 小美指责她在离间她和小帅的关系 她嘴上虽这样说 但心里却起了疑心 便急忙去宿舍寻找小帅却没有她的踪影 当她路过大房子时 竟发现小帅随着小白走进了房间 于是她便偷偷地跟在了他们后面 发现他们进去后关上了门 看到这幕她觉得仆人的话并非空穴来风 跟到门口的小美犹豫了一回 还是决定打开门求证一下 当她推门而入时 却发现小帅在换琴弦 厨房的大妈和仆人在换窗帘 直到此时小美才发现是虚惊一场 但她的突然到来让大家惊讶不如 特别是小白询问她来这里有什么事 小美支支吾吾了半天不知如何回答 好心的大妈急忙帮着小美解围 说他们夫妻恩爱的形影不离 定是寻丈夫来的 不悦的小白打发走了大妈 被支走的仆人觉得小姐今天有些怪 她明明看见这窗帘前几天他们已换过 为何今天还叫来她来重新换一次 大妈却并没有直接回答 只说她讨厌这个大房子 说这主屋是充满罪恶的房子 与此同时小帅安好情闲后 她礼貌地把情敌给小姐 小白竟当着小美的面俯摸小帅的手 以此释放出对小帅爱的信号 这幕小美看得真切又震惊 感觉不妙的小帅急忙松开了手 并想和小美急着离开这里 可小白却邀请小帅留下来喝酒 说那晚她几乎把整瓶都喝完了 还坚持把酒放在小帅手里 并趁机又摸起小帅的手 看到这幕小美把自己的手 放在小白的手上 她大方地表示让她来帮忙拿酒 小白见他们要急着离开 又阴阳怪气地嘲讽小美 宣誓她是主人高高在上的身份 感觉气氛不对的小帅 急忙带着小美离开 这天小帅来告诉小美好消息 说师父和师母也来到了这里 原来村里今年收成不好 没有人不拥他们去演戏剧 他们不想余下的两名学生荒废学习 想请白殿下收留他们为她工作 白殿下看在小美和小帅的面子上同意了 让他们帮助她的团队在比赛中获胜 等老板离开后 久别重逢的他们开心地拥抱在一起 小美却听说她那同母一父的妹妹也来了 但此刻却不见妹妹的踪影 原来妹妹去找宝哥了 她一看到宝哥就开心地扑进她怀里 这幕被村花看见怒不可了 她即刻叫嚣让妹妹放开宝哥 哪知妹妹不但没放开她 反而故意抱着宝哥亲了亲 并且她表示自己是宝哥的妻子 被激怒的村花急忙上前推开妹妹 接着两人就开始表演一场抢丈夫大战 两人当众又打得不可开交 仆人还上前控制住妹妹 让村花肆意狠狠教训她 宝哥见状急忙拉住村花 此时小美也赶来拉住了妹妹 他们的争吵声音的小白也前来开热闹 她很好奇他们在为何是吵得不可开交 在大家的劝庭下 村花和妹妹也安静下 最后小美和小帅带走了妹妹 村花则要求宝哥把妹妹从这赶出去 否则她就不会留在这里 哪知村花高估自己在宝哥心中的分量 宝哥为不让殿下生气保证不多生事端 竟想要把村花赶出去 村花见状急忙向宝哥求饶 表示以后会听她的命令办事 另一边小美让妹妹离开回家去 可妹妹表示要留下来工作帮父母挣钱还债 尽管小美表示会把戒指卖了筹钱 还有小帅爷表示会拿出自己的积蓄 但妹妹还是想留下来 正当他们在商量争吵之际 小白前来打断了他们 她表示要留下妹妹当她的佣人 妹妹即刻表示自己很希望为小姐服务 看到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小美也不好不说什么 于是美妹便跟着小白去了主屋 但小白招美妹做佣人却别有用心 她只是想向她打听刚才争吵的原因 以及她的架势 美妹为表诚心便向小白如实相告 小白看出他们姐妹并不合目 便想着留下她以后为她所用 不久到了舞蹈比赛的日子 大家开始做起各种准备工作 这天王先生又碰到了小美 他们只是礼貌地打了招呼便匆匆而过 此时两人不知他们是血浓于水的妇女 师父师母看到路过的王先生 他们觉得他好生熟悉似乎在哪见过 但他们来不及多想 因为要准备赛前准备工作 大家帮着演员化妆 帮他们加油打气 两名今天的头牌演员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突然宝哥叫小帅去见白殿下 白殿下骗小帅说所有参赛者都要签名 如今只差他一个了 单纯的小帅也没看内容直接就按了手里 却不知他被忽悠着签了一份协议 至于那份协议是什么内容 目前不得而知 另一边王先生看到了师父师母 他似乎认出他们是心上人的老师 他本想上前打个招呼 却被通知去见市长先生 于是他便去和市长先生寒暄客套了一回 王先生听到白殿下一副胜券在窝的样子 他很好奇他是哪里来的自信 接着市长先生宣布比赛的规则 有两组轮流表演节目直到时间结束 哪一方拥有更多观众即可获胜 接着比赛就正式开始 经过几轮的角逐之后 双方的演出都相当精彩 一时竟分不出个胜份 但小李毕竟是城里的头牌 他们剧组的舞台经验更为丰富 眼看小李这边要比小帅更胜一筹 小白还安慰父亲接受失败的结果 可白殿下却并不以为然 接着轮到小李表演时 他突然不受控制的咳嗽 从而影响他们全组的表演 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小李的舞台底下竟有个符咒冒出黑烟 于是观众纷纷到了小帅这组的台下观看 结果小帅这组转败为胜赢了比赛 市长先生宣布白殿下的剧组为获胜方 并给了一笔可观的奖赏发给他 王先生怀疑白殿下作弊赢了比赛 但他也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只得按约定输了一笔钱给白殿下 小李也向老板表示歉意 很抱歉自己输了比赛 王先生安慰小李已经尽力了 这并不是他的错 并让小李下去休息 鼓励他不要灰心要继续刻苦训练 并认为白殿下是作弊才赢了他们 果然他的猜测是正确的 此时白殿下正在打赏宝哥 原来他让宝哥偷偷地在王先生组的舞台下 涂了魔法水和符众 这种魔法能阻碍舞者不能唱歌和跳舞 他正是以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法打败了王先生 接下来白殿下又奖赏小帅 只是他的鼓励之言却带着威胁与嘲讽 白殿下高兴他们组打败了王先生 当晚即刻宣布大伙庆祝三天三夜 于是大家这晚都喝酒唱歌开起大聚餐 白殿下命令宝哥偷偷把小美叫来他屋里 本来小美是不想去的 但奈何这是老板的命令 于是他只得随着宝哥来到老板屋里 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刚进去之后宝哥就撤出房间 并且还把门锁了起来 意识到不妙的小美毁之一晚 只好礼貌地询问白殿下叫他来有何事 渣男开始还礼貌地和小美客套着 他暧昧地抓着他的手夸 那天他的舞跳得很不错 并让他现在再次表演给他欣赏 于是小美不得不跳着舞应付老板 与此同时小帅四处找不到小美 如今只余下主屋没有寻找 于是他准备走到楼上去寻人 可此时美妹却强行把她拉走 硬拉着她来到一个房间 谎称小姐身体不是让她代为照顾一下 表示她先出去帮小姐拿一下药 出来之后美妹就关上了门 她出来后刚好碰到从楼上下来的宝哥 两人对视过眼神后就心领神会偷偷去做游戏 与此同时装睡的小姐也醒过来 她即刻如鸡似渴的一把抱住小帅 并且强行脱起她的衣服 在另一边小美的情况也不好 白殿下看够了小美的舞蹈 她开始对她动手动脚贴身教她跳 另一边被脱掉上衣的小帅挣扎着从床上逃离 但小白则开始更加致命地诱舞 她宽衣解带后并贴身靠着小帅 此时的小帅她不敢回头只得任由小白板 小白又拿起金钱名誉和地位引诱小帅 只要从了她 她就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而这些是小美给不了她的 说完她就准备解开小帅的裤子 小帅表示她不想从小白那得到任何东西 她阻止小白的下一步动作 但小白却一把扭过她 让她正面欣赏她的春光 对话极大的刺激了小白 她穿起衣服后狠狠地打了小帅一个大巴掌 听到小帅只爱小美后 她又打了小帅一个耳光 可当她想继续打第三个巴掌时 小帅决绝地表示自己的态度 说自己绝不会向她屈服 说完她就穿好衣离开的房间 此时的她绝没想到 她的妻子现在也正面临危险 原来白殿下也看上了她的美丽妻子 设下歹记想让她做自己的妻子 听到小美说只爱小帅 她不顾女人的反抗 竟想强行和她生米煮成熟饭 拼尽全力挣脱的小美跑到门边想逃出去 可大门被铁链牢牢锁起 她大声地呼喊救命也是徒劳 无奈之下小美只好装柔弱跪着向老板求请 她苦苦哀求老板放过她 但丧心病狂的渣男岂会大发慈悲 不得已的小美为自保指的用脚派她 被踹痛的男人一怒之下摔了瓷器 小美即刻捡起瓷片以自杀威胁老板 表示自己命死不从 渣男谎称会叫庸人们前来开门 然后趁她不被打掉她手中的瓷片 一把把她打倒在地上 此时可怜的小美无处可逃 弱小的她再也无力挣扎 她急忙集中生智表示自己会配合她 求她不要对自己使用暴力 小美假装要主动亲吻渣男 实际上她在悄悄地想办法 看到桌上有个油灯即刻寄上心来 她趁老板不被狠狠把她推开 迅速地拿起桌上的油灯 把她丢到床上 不一会床被引人着漏 眼看火势越来越大 白殿下急忙大声呼喊下人来开门救 小美也趁机逃了出去 她走到楼下时刚好碰到了小白 小美失魂落魄地看了眼 她便默默离开 看到如此狼狈的小美 小白即刻猜出刚才楼上发生了什么 果真她看到父亲屋里一片狼藉 正当她要离开是父亲 却询问她去了哪 小白坦白刚才想骗小帅做她丈夫 但她却以失败告终 并表示下次她会做得更好 白殿下即刻训斥女儿 不要和小帅纠缠 小白质问父亲 她能把小美带到房里来 为什么她就不能追求喜欢的男人 尽管父亲还生气地打了她一个巴掌 她依旧执着地坚持自己的初心 说她从没遇到过那样的男人 小帅不要金钱 不要名誉也不要地位 表示自己要尽一切手段得到她 另一边逃出来的小美碰到大妈 她向大妈哭诉自己的遭遇 大妈暖心地安慰小美 并叮嘱她不要把此事告诉小帅 否则小帅很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 这晚小美选择和大妈睡在一起 此时她却不知小帅正在宿舍等她 原来小帅后来又来到主屋寻她 听到仆人说小美早就离开了 没寻到人的小帅便回到宿舍等小美 这晚忐忑不安的她无心睡眠 她一直等到次日清晨 才等到小美回到宿舍 便即刻询问小美昨晚去了哪里 表示自己非常担心她 小美撒谎说昨晚她去厨房大妈那帮忙 不小心在她那里睡着了 并又问她昨晚过得怎样 此时小帅向小美坦白一切 表示昨晚小姐想偷她做丈夫 但她告诉小美自己只爱她 她不想违背自己对她的承诺 最后坚守初心平安地逃了出来 并坦白喝酒那晚她也被小白设计了 是小白在酒里下药欲对她不轨 她之前没告诉小美是不想她担心 听到小帅的真诚坦白 感动的小美哭着扑进了小帅怀里 她借口想加了劝小帅和她离开回家去 虽然小帅想留下继续表演挣更多的钱 但看到小美如此执着地邀请她回家 听到小美说她什么都不想要 只想要他们两个能好好地生活在一起 小帅最后同意放弃自己的事业 选择和小美一起回到农村老家去 于是次日他们争取老师的同意后 他们收拾好东西后就准备离开 但却遭到了宝哥的强行阻止 此时白殿下也出来询问缘由 小帅解释因为小美想念父母了 而她离开家太久自己也想回家 白殿下劝小帅留下来 说她的事业正处于发展期 小帅表示希望和小美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 见她的趋意已决 白殿下表示她不能离开 说完让宝哥拿出一份文件给小帅 上面写着小帅借了老板的钱 她必须在剧组表演直至还清债务 此时小帅才想起中了他们的圈套 之前他们骗着她按了手印 发现被骗的小帅不愿承认这份戒条 便想带着小美强行离开 哪知却遭到宝哥及属下的暴力阻止 宝哥及其属下对小帅群起而殴之 很快小帅就被打得伤痕累累 小美急忙求老板手下留情 白殿下此时露出她那真实的丑恶嘴脸 她强迫威胁小帅留下来为她做表演服务 否则不但她会死 姐姐让妹妹离开着回家去 听到妹妹执迷不误坚持留下来 姐姐又愤怒地继续扇起妹妹耳光 原来就在前不久 妹妹联合贵族小姐实施歹毒计划 她把姐夫骗去送给小姐当丈夫 如今小美得知此事便生气地教训其妹妹 她愤怒地谴责妹妹和小姐的邪恶计划 指责她怎能把她的爱人送去给小姐当丈夫 她哭口婆心地劝妹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说小姐只是把她当成工具并不是真心对她好 她希望自己的武力惩罚能打醒妹妹 可奈何妹妹却不知她的良苦用心 妹妹更是嚣张地说不要她多管闲事 并表示之所以把小帅骗到小姐那里 她极恨姐姐抢走了母亲的爱 她就是希望看到姐姐被抛弃失去爱情 尽管小美表示不在乎她做的错事 也不在乎她对她的恨意 她还是苦苦哀求妹妹离开这里 但妹妹根本不理解姐姐的好心 她执意留下来给小姐当庸人 看到妹妹决绝离开的身影 小美伤心难过也无可奈何 村花听到她们姐妹的打架事件 她不禁和仆人幸灾乐祸地说起了八卦 可她们的欢声笑语却引得白殿下前来 村花却不知她的张扬将会给她引来获释 因为白殿下已瞧上她那性感的丰满身材 竟展示出垂涎三尺想把她据为己有的表情 被蒙在鼓里的村花毫不知情 她竟又自己往枪口上撞 原来白殿下那天没有得到小美 不甘心的她又准备创造机会和她单独相助 便让仆人通知小美去给她按摩 小美本想拒绝去为她服务 但不想为她的朋友带来麻烦 于是她不得不来到白殿下房间 村花得知消息和仆人偷偷地跟到房外 她想前来看小美的笑话 她看到小美为白殿下脱下了衣服 并让老板趴在床上等待她的按摩 村花猜想小美口口声声只爱小帅 但暗地里却偷偷讨老板欢心 不曾想小美留有后手 她借口让舞蹈同事前来送精油 女同事表示自己有着传统的按摩手法 她会代劳小美帮她按摩 接着她就用脚狠狠地踩起老板背 白殿下被踩得疼痛男人怒而将他们赶了出去 就这样小美在女同事的帮助下 巧妙地躲过了这次危机 而村花则还躲在门外来不及离开 出来的白殿下看到他们 便让村花留下来为她按摩 仆人则被赶了出去 预感不妙的仆人想去帮主 但却惧怕白殿下的威严只好待在门口等待 果然按着按着白殿下就要飞离村花 村花只得拼命反抗着 并且还大声地呼喊救命 此时宝哥也刚好来到主屋外面 仆人急忙让宝哥去救村花 于是宝哥便来到了老板的卧室 当村花以为自己遇到救星时 可宝哥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 竟然表示要把村花送给老板 绝望的村花向宝哥求救 可宝哥竟决决地丢下她并锁好了门 就这样可怜的村花沦为了白殿下的玩物 这晚回来的村花路过宿舍 看到小美和小帅甜蜜的蜜外在一起 村花见到这幕心里无限悲凉 当她回到宿舍又遭受巨大打击 宝哥首先询问老板赏了她多少钱 此时村花彻底崩溃了 丈夫不疼爱她也就算了 反而把她送给老板消遣挣钱花 当她表示出强烈不满 宝哥还狠狠地打她耳光 说如果她不想待下去就自行离开 然后拿着白殿下赏给村花的钱扬长而去 村花终于为她的眼盲心下付出了惨痛代价 另一边小美和小帅约会完毕后 他们又一起外出看戏剧表演 两人恩恩爱别提有多幸福 此时小美却不知王先生对她的身份起了疑心 原来就在白天小美陪师父师母去逛街 师母一不小心提起她母亲也很熟悉这里 当小美想问的更多时 师父急忙拉走妻子并让她不要多说什么 但突然他们撞到了小美的生父王先生 王先生看到他们很高兴 还坐下来和他们聊天酗酒 原来美妈曾到城里来学习舞蹈 当时正是投靠在王先生的剧组 后来王先生和美妈日久生情坠入爱河 王先生便送了戒指给她作为定情信物 承诺以后一定会来娶她 但他们的爱情却遭到王妈的阻止 王先生求美妈给她时间处理母亲的事 但美妈却等不及回到了农村 后来王先生去村子里找美妈 但却从情敌那得知 美妈不受打击寻了短见 原来王先生一直以为美妈早已不再认识 他表示很遗憾美妈离开了 如今想弥补她都没有机会 当师父师母想询问她是什么意思 此时小美的道来打断了他们 王先生发现小美经认识师父师母 想到小美也是来自于心上人的村子 他不禁很好奇小美到底是谁的孩子 听说黑巫师的黑魔法无所不能 便和美妹找他寻求得到男人的方法 尽管黑巫师警告他不能对有家事的人施展魔法 很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反噬在自己身上 他撒谎说他想要的男人单身 没有妻子没有孩子 在可观的报酬之下 巫师便告诉了小白方法 他需要那个男人的头发 以及那个男人身上的护身符 小伙伴们从女头那打拎到小白看过巫师 他即刻告知他们此事 并提醒小美和小帅要提防小白 尽管他们时刻注意但还是防不胜防 小白趁着给小帅取帽子时 偷偷地取走了他的头发 只见巫师把两个小人偶配成对 经过他几里咕噜的一番咒语后 他把两个人偶捆绑在一起 这就代表爱情咒已经完成施法 接下来就要毁掉小帅身上的圣人 巫师让小白再取来小帅的护身符 他在小帅身旁徘徊许久无从下手 便苦苦哀求父亲帮他 白殿下最后经不住女儿的软磨硬袍 终于答应帮他取到小帅的项链 这天他让小帅来到他房间 他借口很好奇他脖子上的项链 提议让他取下来瞧瞧 原来这个项链是老家的僧人 送他房身的护身符 还叮嘱他无论怎样都不能取下 可如今小帅迫于老板的施压 他不得不取下来给他过目 当他正想索回护身符时 却被通知去救 原来歹毒的心机妹妹竟联合小姐 把小美和女同事骗进柴房 然后拴上门来点火焚烧柴房 歹毒妹妹尽企图把姐姐送进阎王殿 好在小帅及时赶来救出小美 但同时他也错过拿回护身符的机会 小白从父亲手中拿到项链后 他即刻交给黑巫师让他加快仪式的劲度 于是巫师开始做法毁掉小帅的护身符 与此同时小伙伴了解到小白又去找巫师了 他也给小帅出起了主意 他们猜想小白可能会使用爱情咒 便建议小帅现在就让小美做他妻子 因为那些爱情咒语只对单身人士有效 但如果是有家有事的 那些咒语将会反噬在下咒的人身上 于是小帅决定听从小伙伴的见语 两人商量后决定今晚让他们有夫妻之事 于是他们便狼情惬意的准备共度良宵 可巫师这边却正卖力施法下咒 很遗憾小美和小帅的动作晚了一步 当巫师的爱情咒成功中下 小帅迅速推开情意绵绵的小美 他露出很诧异慕娜的表情 而巫师见自己的黑魔法成功 即刻露出奸计得逞的笑容 中了爱情咒的小帅停下了爱的动作 不明所以的小美试着自己去主动 但小帅却毫不所动 并且非常蛮横的推开了小美 他像中了鞋丝的穿好衣服起身一开 也不回答小美的任何问题 就决绝的走出房间并走开了 小伙伴们听到小美的描述 猜出小帅可能中了黑魔法的爱情咒 他们急忙跑出去追小帅 却发现他竟跑到了小白的楼下等他 小白看到黑魔法的魔力他胜券在屋 请求小帅回到小美身边去 他有信心有办法让小帅自己来找他 果然他用巫师教他的方法 在屋里点了许多蜡烛 之后他手捧玫瑰花 他念起的爱情符咒升起阵阵烟雾 那烟雾瞬间传到正在睡觉的小帅呢 他即刻突然醒了过来 志在必得的女人继续轻念咒语 那烟雾继续缠绕着小帅 小帅被一阵白烟洗礼后 他的眼神变得陌生而又诡异 中了爱情咒的小帅此时就像变了个人 他即刻跑到小白房间去为他服务 成为了只爱他的爱情奴隶 女人眼看他的诡计终于要得逞 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他十分享受心爱男人的按摩 享受之后他发出最后攻击 此时中了爱情咒的小帅毫无抵抗恋 他已经忘记了自己和小美的爱情 如今他只想和小白逍遥的做游戏 接下来两人干柴烈火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另一边小伙伴醒来发现小帅不在床上 他们和小美即刻到主屋寻人 妹妹幸灾乐祸的告诉姐姐 说小帅在给小白再按摩 小美闯入小白闺房去终究是晚一 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过了 看到心爱的男人背叛了自己 伤心欲觉得小美悲痛不语 他知道小帅是中了新精女的黑魔法 所以他强忍悲痛想把小帅带回去 但这阻碍重重相当困难 刚得到小帅的新精女岂会让他如愿 他狠狠地推开了小美 并且中咒的小帅也一反常态 他当众向新精女含情默默地表白 说自己深爱着他 小美看到这幕他的心碎了 但他也只能默默无声地流泪 他不甘心就这么失去小帅 于是他再次上前想拉小帅离开 可中了黑魔法的小帅不但一把推开他 竟还对他态度蛮横的恶语相想 他们的争吵生影的白殿下起来 看到这幕他即刻明白了什么情况 白殿下则为小帅也有了妻子 现在为何还来招惹他的女儿 说完表示要惩罚教训小帅 小白却说小帅和小美根本就不是夫妻 之前他们一直是欺骗大家的 原来小伙伴让小美和小帅做真夫妻应对黑魔法 被小白和美妹无意间偷听到 小帅也让小美坦白他们其实不是夫妻 此时小美也只好如实相告 小白更是以此为由 说他和小帅的狗和是名正言顺 还让父亲不要惩罚为难小帅 事已至此白殿下指的让大伙离开房间 将大家都赶出去后 得意的小白继续和小帅轻轻握握 回到宿舍的小美则哭得泪如雨下 悲痛欲觉得他哭了很久很久 次日清晨他又继续在河边伤心哭泣 难过的小美还唱起了伤心情歌 这歌声被楼上的小帅听到 竟唤醒了小帅的一丝清醒 他想起了他和小美曾经甜蜜的过往 瞬间不由自主的默默流泪 于是他来到楼下去见小美 生气中的小美本不想理他 但看到小帅似乎恢复了正常 便询问他是否记得这没戒指来试探他 听到他的回答确认此刻的他是清醒的 他即刻扑进了小帅怀里 并说出了白殿下曾想欺负他的事 小帅急忙愧疚的向小美道歉 并怒而想去找老板讨说法 小美阻止小帅去找白殿下 耐心的劝小帅和他一起回家 小帅也听进了小美的劝 接着他们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回农村 但小白又前来阻止他们 小美怒而指责小白不要脸 厚颜无耻的要抢他的男人 这次他不再软弱而是给予强有力的反击 不但给了小白一个大巴掌 还推到了胳膊肘往外拐的妹妹 小白健壮想怒而教训小美 可小帅不但及时护住了小美 并且还一把推倒了小白 看到小帅对自己如此粗鲁的态度 小白也尝到了伤心的滋味 眼看小帅要气他而去和小美坚定的离开回老家 他死死的抱着小帅的大腿苦苦哀求他不要离开 此时小伙伴们赶来对着小帅泼了一堵圣水 瞬间小帅的周身散发着金光 这金光缓解了他身上的黑魔法 他即刻坚定的要和小美离开 正当大家以为圣水破解了黑魔法时 可小白又出来作妖 他不紧不慢的掏出一瓶魔法水 然后激里咕噜的轻声念一通咒语 最后他把魔法水又洒到小帅身上 小帅瞬间全身被白光笼罩 很不幸他又再次中了黑魔法的爱情咒 被下咒的小帅瞬间又变了个人 刚才还对小美情义连连的他又转变了态度 他瞬间变脸转身对小白亲密起来 见到这幕小美又试着叫醒小帅 但这换来小帅的厌弃与唾骂 他让小美离开这回农村去 不要来打扰他和小白的幸福生活 看不下去的小伙伴试着劝醒小帅 却换来小帅的拳头相对 并且他还听从小白的吩咐 准备将小美武力赶出去 索性小伙伴及时阻止小帅 听到小帅的狠心绝情话 虽然知道他是中了爱情状 但这还是让小美伤心欲绝 事已至此他只得收拾行李独自离开 可他刚走到大街上 可怜的小美就被歹徒抢走了行李 他本来以为自己够倒霉的 可让他没想到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他 原来宝哥得知他准备回老家 竟偷偷跟踪他想强行把他带走意图不滚 幸好此时一辆车子的到来阻止了宝哥 车上下来的王先生和小李救了小美 他们把他带回剧组好生照顾 王先生见他身体发烧 坚持让他留下休养身体 另一边小伙伴和大妈也想到破解黑魔法的方法 他们想去试试这种方法能否破解爱情咒 可小白却把小帅关在屋里不让任何人靠近 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近小帅 不久小美身体恢复后 他感谢王先生的收留 和王先生告别之后 他准备回到老家去 在离开前小李拉着他一起对唱情歌 这歌声被屋里的王先生听到被感好奇 等他出来追小美 想向他打听他为何会这首歌 可小美却早已经离开 不久后小美来到了码头 他想到小白之前对他的挑衅之词 想到河水不能倒流 瞬间他突然改变主意打到回粉 他决定回去和小白宣战把小帅抢回来 而此时小白则梳妆打扮好 带着小帅去参加朋友的生日巨回 这次他打算把小帅以丈夫的身份介绍给大家 首先小美指责小白是个无耻小偷 使用肮脏手段偷走了他的丈夫 不服气的小白即刻愤怒的想对小美动作 但连续两次小美都灵活的闪躲过去 还愤怒的一把把他推开了 打不过的小白又让美妹去教训姐姐 小美也霸气的一脚踹开了妹妹 看到小帅也想来劝他停止闹事 他又愤怒的打了他一个大巴掌 企图这一巴掌能打醒他的知觉 还哭口婆心的劝他记得他们的爱情 并试着说服他离开这里和他回家去 见小帅仍旧执迷不悟 愤怒的小美又甩了他一个大光 不甘心的小美执意不愿离开 当他们在僵持吵闹之际 闻讯前来的白殿下前来发话 他表示允许小美留下来 还让仆人带他去休息室 小美除了口头感谢白殿下的人词 并且故意贴身轻力的向他行了个谢 以此表达讨好他的信号 原来小美知道老板基于他的美色 他决定利用老板去对付小美 见自己能如愿以偿的留下来 他得意的向小白露出胜利的笑容 等大家散去后 小白即刻劝父亲赶走小美 说他非常讨厌他 白殿下表示几天后 小帅将会参加一场大比赛 他不想多生事端耽误他剧组的发展 更怕小美因此闹事影响剧组的名誉 他坚持留下小美先安抚他不要闹事 火鞋的小白便叮嘱父亲看好小美 不要让他来骚扰小帅 否则他会亲手杀了他 与此同时另一边 朋友们也劝小美不要亡火自负 纷纷劝他回家离开这里 小美却安慰大家不用担心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并告诉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 因为老家的僧人曾说过 前世他和小帅一次又一次的分开 小美不想这一世 他和小帅再次错过彼此 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小帅 考虑到白殿下想得到他的感情 他决定利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 接下来小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拿起刀子和宝哥正面对椅 警告他以后不准再欺负他 因为他以后可能会是白殿下的床板 否则他就会死在他老板的刀下 郁闷不已的宝哥想找村花安慰一下 哪知村花看清他的真面目后不再爱他 甚至还很有底气的打起他大巴掌 原来上次村花被宝哥送给白殿下消遣 此后心灰意冷的他彻底对他死刑 他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抛弃宝哥转而投到了白殿下的怀抱 如今老板每晚都宠幸村花 成了宝哥不敢得罪的存在 村花嘲笑他目前只是为他服务的一条狗而已 还期望着不久后他将会当上白殿下的妻子 然而他的希望随着小美的回归被彻底改变 原来小美主动找到白殿下表示希望服侍他 他们的对话被宝哥听到 他即刻把此事告诉村花 说小美将要从他那里抢走老板的宠爱 不相信的村花即刻去宿舍寻找小美 却并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原来小美拎着行李正准备去白殿下房间 好巧不巧他如愿遇到了小白 并且把他气得够强 看到小美进入他对面父亲的房间 他知道小美是来和他抢小帅的 被气得怒火攻心的他无可耐火 便打起美妹来发泄情绪 同时他要安慰自己也许这样也不错 只要父亲控制小美 他就没有时间来干扰他的丈夫 然而他却低估了小美的聪贵 小美正讨好的给老板倒水 不然村花不请自来打断了他们 村花表示要为白殿下按摩并让小美离开 乃至白殿下竟生气的想将他赶出去 还说没有他的传唤不要来到他的房间 因为以后小美会侍奉他 生气的村花想打小美泄愤 但老板却阻止他并将他赶出去 当老板想和小美亲密温存一番时 小美则和白殿下谈起了条件 未能更好的为他服务 他要求单独睡一个房间 还约定等比赛结束后就将自己献给他 他请求老板耐心的等待几天 在小美哄懵拐骗撒娇的求情下 白殿下同意等几天后再和他做游戏 这天突然黑巫师不请自来找小白 原来他料定他的魔法水快要用完了 他告诉小白 如果他需要留住小帅一辈子做账务 他需要更厉害的魔法 这次他除了要金子报仇之外 还提出要吃点好吃的 心领神会的小白答应了他 他即刻让美妹去给巫师送金子 另一边小美观察到他们要去联系巫师 便偷偷地跟着妹妹找到了巫师的落脚点 原来小美想找到破解黑魔法的方法 不久后美妹来到巫师房间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巫师竟对他施起了黑魔法 原来小白要把他送给巫师做妻子 作为他拿到魔法水的报酬 从巫师那得知真相的美妹悔不当初 留下了悔恨伤心的泪水 就这样美妹沦为了巫师的玩物 小美和同事想进屋找巫师 却被巫师制造的傀儡阻止 趁着小伙伴和傀儡打斗时 小美冲进屋里想救妹妹 可巫师的身体竟刀枪不入 眼看小美就要命悬一线 回过神的妹妹捡起巫师的刀具 她使劲浑身力气朝着巫师一把刺去 巫师瞬间当场毕命 此时解决掉傀儡的小伙伴也来到屋内 看到这幕他让妹妹不要担心 他会帮着来处理善后 接着他们一起找了个隐秘的地方 偷偷地把巫师毁尸灭迹 当巫师随着火化为一缕灰烬 小帅的身体竟神奇地飘出一股黑烟 他似乎快要恢复正常意识 与此同时小白的魔法水也用完 他正期待着美妹带回新的魔法水 可等了半天不见美妹回来 他即刻通知仆人四处去寻找美妹 对姐姐做得过分时 她哭着向小美不停的道歉 妹妹也终于知道姐姐是真的爱她 星金女只是把她当成对付姐姐的工具 为达到目的甚至随时可以气了她 看清星金女真面目的她 没有听姐姐的忠告 她直接找到星金女理论讨说了 可星金女上来就则被惩罚她 于是美妹递给小白一个包裹 当她看到包裹里是个木棍 她即刻明白美妹被判了自己 便开始对着她动起粗 接着两人不可避免的互相撕打 美妹指责小白把她当成对付姐姐的工具 可她的忠心服务却换来她的无情抛弃 表示后悔之前眼盲心下信错了人 她辱骂小白的心思浪如 生气中的小白表示要杀了美妹 但妹妹却说她要去警察告发小白的罪行 接下来曼谷所有人都将知道她的丑恶贼人 小白起愿放她离开 便一脚把她踹下了楼梯 看到她还好好的活着 新精女又追上去对她动出示抱 她愤怒的一把抓住她头发 疯狂的使劲的扯着让女人痛苦不堪 女人拼尽全力挣脱后 也极力的反抗新精女和她撕扯扭打 并表示要向大家揭露她的罪行 是她用黑魔法让小帅做丈夫 接着两人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打斗 此时宝哥赶来战场 美妹看到自己爱着的男人 即刻满怀希望的上前寻求帮助 可让她没想到 渣男竟直接送了她上西天 直到此时女人才知道 她的真心终究是错否 选错了男人竟让她付出生命的代价 新精女看到威胁她的人死了便放下心来 她叮嘱宝哥及时处理好善后 与此同时另一边 小美在四处寻找妹妹 却发现意识恢复正常的小帅回来找她 原来随着巫师的尸体被化为灰烬 小帅身上黑魔法随之被破解 清醒过来的她即刻回来找小美 此时小美却不想和她多说什么 她只想找到妹妹 后来他们在野外找到她冰冷的尸体 新精女前来则假惺惺的表示很惊讶 她装作毫不知情地询问什么情况 情绪激动的小美表示就是小白干的 还想上前杀她为妹妹报仇 正当他们在争执吵闹不宜时 白殿下前来打断了他们 听到小美说她是个杀人犯 小白急忙向父亲告状 指责小美在诽谤她 宝哥也来做假证说妹妹怕村花抢走她 自己和仆人前去找巫师想办法 却不幸被巫师玷污 她因无脸见人自尽而死 而那个童趣的仆人早被宝哥灭了 现在死无对证 小美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护女心切的白殿下宣布她女儿是无辜的 她会妥当地给予丧葬费 与此同时另一边 美妈则在家里思念妹妹 因为她在梦中梦到了小女儿 此时她却不知 以后她再也见不到小女儿了 小美抱着妹妹的骨灰和伤心故意 既然不能公然地和她们硬碰硬 她决定另外寻找办法为妹妹付出 此时村花也前来表示愿意帮她 原来她也看清这家人的丑恶嘴脸 她决定站在小美的阵营一起对付她们 小美告诉村花 因为这场舞蹈比赛的赌注很高 最好的报复就是让白殿下在比赛中失败 还有要找到小帅的那个协议将其撕碎毁掉 这样小帅就能摆脱约束成为自由人 于是小美趁着白殿下在看表演时 偷偷前到房间寻找那份协议 宝哥却把小美偷进房间的事告知了白殿下 白殿下怀疑小美想偷那份协议 他们便匆匆的往房间赶 村花和仆人急忙前来给小美报信 不久后老板便来到了房间 听到小美说是为她房间打扫卫生的 白殿下也不和她多说什么 只是将她赶了出去 之后她再检查那份协议是否安好 她拿出钥匙打开柜子检查 发现协议完好便放心的离开了 而她不知道的是 刚才来不及逃出去的村花和仆人躲在床底下 他们则看到了协议的藏匿位置 因为怕被发现 两人便一直藏在床底大气不敢出 直到小伙伴前来报信说老板去看比赛了 他们才出来寻找协议 但当他们成功拿到协议准备撤离时 却被小白发现端倪抢走了那份协议 但村花又及时抢了回去 追上来的小白命仆人去抓住村花 但有良知的仆人却抓住了小姐 他们全都站在小美那边帮村花安全逃离 与此同时来到比赛现场的白殿下 她又嚣张地向王先生宣战表示她会必胜无疑 原来她又从中作梗 只是宝哥把王先生剧组的女主角打成重伤 此时王先生却还被蒙在鼓里 他刚好碰到前来找小帅的小美 便询问那天她和小李唱的情歌是谁教她的 小美表示这歌是以前她母亲经常唱的摇篮曲 王先生正询问小美她母亲的名字 当小美正要回答时 王先生的人前来打断了他们 直到此时她才知剧组的女主角失踪了 此时小美也和小伙伴在说服小帅 劝她在比赛中故意输掉比赛去报复白殿下 小帅却不想因她而连累到其他队员 担心这样会毁掉他们的生物 师父师母也前来支持小帅 支持她保证艺术的纯粹 让她尽全力履行一个做艺术家的侄子 另一边王先生终于找到身受重伤的女主角 白殿下则奚落她必输无疑 王先生猜出是白殿下干的 但没有证据她也无能为力 因为没有女主角她打算退出比赛 此时白殿下的剧组则已经在台上表演了 小帅和队员正认真的为大家唱歌跳舞 他们这组的表演很精彩 获得了市长的连连称赞 白殿下看到这个结果得意洋洋 他们认为这场比赛他们必胜无语 果不其然王先生来到现场 他主动和市长先生请求退出比赛 表示自己的女主角出了事故不能来表演了 但她的话音刚落 她剧组的音乐响起 小李如七来到台上表演 当女主角上台时大家都十分震惊 那惊艳众人的女主角竟是小美 只见演员们头戴宝塔式的高帽子 身着华丽的戏装显得极为亮 他们恶魔的舞姿和柔美的唱腔 吸引了众多观众 男女主那富有韵律的舞姿 一朝一世显得恶魔多姿 台下的观众给予他们雷鸣般的掌声 只此一舞他们就赢得了观众的心 成了最耀眼的明星 原来小美得知情况后 即刻扮演起小李的女主角登台表演 她的精彩演出让表演更为出彩 看到这幕白殿下气出了内伤 她即刻向市长提出抗议 表示用女性做女主角违反传统规定 要求中断表演 但民事里的市长认为观众喜欢看就好 有些陈旧的观念需要与时俱进去改变 就这样小美和小李继续完成了表演 并且他们的表演成了今天最耀眼的存在 市长先生宣布今天的冠军是王先生剧场 小李和小美的表演获得大家的肯定 小帅也输得心服口服为他们高兴 白殿下想到一番心机白费脸都黑了 而王先生则开心的鼓掌喜笑眼泪 比赛结束后白殿下又找到市长理论 说王先生用女性做女主角违反传统 他对比赛表示结果不负 市长先生坚持观众喜欢就行 艺术的规定因女士俱进更新 在市长的威严之下 白殿下不得不接受比赛结果 他按约定输了一大笔钱给王先生 这次王先生终于为自己出了口恶气 惨败而归的白殿下又碰到小帅他们 看到他们正拎着行李准备回农村老家去 他即刻提出反对 表示小帅还要按合同为他服务 此时孙花赶来把合同给了小帅 小帅当着老板的面撕碎了文件 白殿下眼看奈何不了小帅 便又要求小美履行他的承诺 因为他答应比赛结束后做他妻子 小美之前本就是缓冰之计 目的达到之后便和他撕破脸皮 白殿下得知被骗尽生气的想对小美动作 此时市长先生路过此地帮他解备 他劝白殿下应让有情人自由恋爱 还鼓励小美和小帅继续勤奋努力练习舞蹈 就这样小美他们平安摆脱老板的纠缠 他们最后去和王先生告读 王先生感谢小美的帮助 并询问小美是谁的孩子 小美便说了自己母亲和养父的名字 听到他母亲的名字竟和旧情人的名字一样 他一时有些恍惚疑惑不解 因为在他的认知里 他以为旧情人已不在人世 当小美离开后 他又捡到小美丢失的戒指 此时他才意识到美妈就是他的旧情人 与此同时小美和小伙伴们一起踏上回家的路 白殿下回到家却听到女儿的呼救声 原来小白被仆人绑在了卧室 大妈见他依旧嚣地使唤他们 他也趁机狠狠地叫醒他 还趁机连续打了他几个大巴掌 以暴平日虐待苛责之仇 当赶回家的老板询问楼上发生了什么 大妈表示不知情让他们上楼查看 仆人们则打算逃离这 宝哥走到卧室帮小白松了吧 小白告诉父亲村花拿走了合同 并询问他的丈夫小帅在哪 得知他们全都逃到老家去了 不死心的小白还求父亲帮他想办 把他的丈夫找回来 而另一边小美他们已经回到了农村 第一件事大伙就去祭拜了僧人 之后小美回到家看望父母 当父母询问他妹妹的消息时 哽咽的小美拿出了妹妹的骨灰盒 听到噩耗父母一时悲痛欲绝 养父还不相信小美的话 他又即刻跑到舞蹈学校向老师求证 却得到了同样的答案 他哭着询问是谁杀了他女儿 却得知女儿的死和小白有关 因为白殿下阻止调查真相并不知谁是凶手 伤心欲绝的养父发誓要为女儿报仇 另一边不甘心的小白 又想使用黑魔法照小帅回到他身边 却始终没有成功 原来老家的僧人给小帅做了新的护身符 看起来像是在他身上刻上了纹身 小白让宝哥继续努力去找法力高强的巫师 父亲则劝女儿就此停手 因为目前没有人找他们剧组表演 眼看经济上也变得窘迫起来 他们决定实施强有力的反击 小帅明白他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 也愧对他深爱的小美 所以回到家乡的一段时间里 他总是躲着小美对他避而不见 这天小美前来寻找小帅 却发现他有好几天没来学校 并且也不在他的小木 想起他曾经的梦想 就是在那个地方有属于自己的剧组 和自己的女主角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他即刻去那个地方寻找 果然他看到小帅正装修房子 原来小帅用存下来的钱买了一座房子 他想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剧组 听到小帅的后悔自责与愧疚 小美安慰他表示并不怪他 小帅便深情地抱着小美感激他的宽容与谅解 剧中的小美因为爱小帅之身 所以他原谅小帅选择和他继续在一起 然而僧人却看到了一些不幸的画面 他即刻叫来小帅沟通 原来毕竟小帅违背了诺言 他必定会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小美了解情况后 向当初许下誓言的女神祈求原谅 解释小帅违背诺言有不得已的苦衷 此时小帅也来告诉小美 表示这样无济于事 因为僧人看到了一些异想 他必须为违背诺言付出代价 如今唯一的破解之法 就是多做善事和功德也许能逃脱惩罚 等他的业力结束后 他们就能永远的在一起 另一边王先生看到小美丢失的戒指 他怀疑小美的母亲是他的旧情人 为了求证他心中猜想 他和小李也来到小美的老家求证 刚好在急事碰到小帅 便请求他带路去小美家 但这幕却被小美的养父看到 养父不想让王先生抢走他的妻子 他先是故意弄走了河边的船只拖延时间 然后抄小路回到家找借口带他们母女离开 所以当小帅和王先生来到他们家 只听到小伙伴们说他们刚离开去亲戚家了 王先生让小帅带他去追寻小美母女 与此同时美妈发现了丈夫的不对劲 一番追问下才发现原来是小美的生父许来 养父担心王先生抢走他的妻子 还威胁小美不准找他父亲 如果不愿意和他们离开就杀死他 还责怪他的亲女儿是受小美连累而死 说罢竟想杀了小美报仇 此时小帅赶来制止了养父 王先生看到美妈也惊讶不如 一番沟通才发现是养父当初的谎言 才拆散了他们这对苦命鸳鸯 原来当年养父欺骗王先生美妈自尽而死 而养父未得到美妈 又欺骗他王先生已另娶了他人 他承诺会照顾他和未出生的孩子 此时王先生也才确认小美是他的女儿 养父眼看自己的罪行曝光 他即刻挟持美妈逼他和他离开 此时美妈对丈夫恨之入骨 最后养父丢下刀子逃之夭夭 接下来就是小美一家人的认清时间 王先生向美妈解释 当时她是逃婚回来找她的 她得知她自杀的消息信以为真 所以回去后她不得不接受包办婚姻 美妈很自责当初没有相信她的沉默 而选择相信小美养父的一面之词 王先生也表示自己有过错 当初为何没有继续寻找她 导致他们就这样错过了彼此 并希望美妈给她机会 让他们把失去的时光重新补回来 美妈不能打开心扉接受王先生 她需要时间来整理心情 王先生也把戒指还给小美 就这样他们分别近20年的妇女 终于也得以相认团聚 小美告诉小帅 她希望父母能重归于好在序前缘 但母亲目前不能向父亲敞开心扉 当小帅表示要和她在一起时 小美表示她要去城里和父亲住 说完她就匆忙离开 却不知这是小美的玩笑话 着急不已的小帅即刻去追小美 却发现让她错海翻涌的画面 因为此时小李正当着长辈的面 她以唱歌的方式向小美表白 并请求美爸把女儿嫁给她 当听到美爸支持女儿嫁给小李时 小帅即刻打断了美爸的话 他表示支持美爸的观点 但同时也表白对小美的心意 尽管她曾经犯过错误 可她要告诉大家的是 如果这辈子她不能和小美在一起 她真的想死 小李和小帅同时向小美表白 都向美爸求取她的女儿 美爸最后让小美自己选择人生半路 小美感谢小李的厚爱 但她表示自己爱的人是小帅 所以她把代替父爱的戒指送给小帅 那同样也代表着小美对她的爱 小李看到喜欢的姑娘选择了小帅 虽然难过但她也表示祝福 小帅向美爸表示 等她的受戒仪式结束后 她一定会按照惯例来求取小美 这天小帅受戒仪式的日子如期到来 小美和母亲正准备去寺庙 美爸也体贴地前来迎接她们 还绅士地请求帮美妈提饭盒 美妈看到美爸的真诚 也决定慢慢地向她敞开心扉 小美看到父母有和好的迹象背感行为 很快大家都到了神殿集合 还惊讶地发现大妈也前来凑热闹 她们表示不愿意再伺候恶人 比赛结束当天她们就逃到亲戚家 接着大家都来参加小帅的受戒仪式 大伙都欢声笑语 场面十分热闹 但此时却发生了意外 一个带着头巾的人拔枪对准的小帅 小帅背上的纹身护身符散发着金光 那人开出的枪镜全没有子弹 原来小帅身上的护身符救了她一命 当大家合伙制服蒙面男子 才发现此人是小美的妓夫 原来逃亡在外的妓夫碰到宝哥 宝哥便从中作梗 骗她说杀死她女儿的凶手是小帅 白殿下和小白也前来为宝哥作诊 没有大脑的继父信以为真 即刻拿着他们给的枪 来到仪式上要杀小帅为女儿报仇 了解到他这样做的攻击后 大家纷纷解释小帅不是凶手 仆人大妈也来劝继父 说他在府中做管家二十多年 他最为了解白殿下妇女的态力 说白殿下想让小美做妻子失败了 便怀恨在心报复小美和小帅 说他们只是利用他把她当成杀人的工具 清醒过来的继父丢掉了武器 并想告诉大家白殿下他们的藏身之地 正当他要说出地点时 却被宝哥杀人灭口 宝哥得逞后即刻逃离寺庙 却在逃跑时碰到村花 见他身上带了许多金银手势 便拿枪威胁村花全都取下给他 不甘心的村花和宝哥发生了口酒 气急败坏的宝哥竟想杀了村花谢妇 但村长及时赶来救下女儿 宝哥也死在了村长腔下 另一边随着小美继父的逝去 美妈也终于原谅曾经的丈夫 也原谅自己过去的错误 彻底打开心扉接受王先生 他们这对苦命鸳鸯终于能再续前约 小帅也前去询问僧人 是否到了他和小美结婚的及时 僧人却说他的劫难还没结束 并要求小帅下定决心去等候 和他一起在殿堂待三天三夜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离开 否则他将会有性命之忧 于是小帅按照僧人的要求 和他一起在殿堂做祷告 僧人再次叮嘱小帅要尽心影响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离开殿堂 可这天白殿下来到了小美家绑架了美妈 此时美爸也前来看望妻子 很不幸他们夫妻双双被绑了起来 不知情的小美回到家也陷入威胁 白殿下即刻以他父母的性命逼他做妻子 小美不得不委屈求全答应白殿下 美爸美妈眼睁睁看见女儿要落入魔掌 只得痛心疾首的大骂白殿下是个人渣 但机智的小美在最后一刻 不知从哪掏出一把刀狠狠地刺向白殿下 然后火速地逃到了外面 眼看白殿下就要对他们一家三口下死守 小李及小伙伴们赶来救他们于谁 他看到小帅正在做祷告 在僧人的规劝下他行了几个跪拜 并告诉小帅他要去找小美报仇 却碰到正在逃命的父亲 小白不顾父亲的劝说 坚持留下要杀小美报仇 于是白殿下只得和属下逃亡 他逃跑时碰到追上来的王先生 他们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双方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场恶战 白殿下终于为自己的恶行买单 他最后死在了自己属下的刀下 另一边担心小帅的小美想去帮助小帅 却被小白突然袭击打晕在地上 并且他的脚被心惊女用链子锁了起来 小白这次要让小美尝尝地狱之火的味道 他点燃了火想让小美活活被烧死 眼看火越烧越大危机万分 在座祷告的小帅感应到小美有危险 他不顾高僧地劝告 即刻离开殿堂跑向火灾现场 敢来的小帅从火中救出小美 小白见到这幕即刻对小美拔枪相对 见小帅拼死也要保护小美 硬爱生恨的他就算得不到他也要毁掉 于是他把枪对准了小帅并扣动了板机 硬爱生恨的小白此刻走入击堂 见小帅拼死也要保护小美 竟对着小帅扣动了板机 小帅即刻重担命在旦夕 此时此刻仿佛前世重现 小帅像前世那样死在了小美怀 痛苦的小美扑得悲痛欲绝撕心裂肺 小白看到小帅愿意为小美献出生命 露火中烧的他再次扣动了板机 想让小美也陪着小帅去死 此时天上突然响起闷尾 一道道闪电批了下来 竟不偏不已地批在小白身上 就这样小白竟被天雷批死了 这算是恶有恶报坏事做尽遭到了报应 后面惊喜的是小帅又醒了过来 原来那颗子弹刚好打在那个戒指上 是小美送他的戒指救了他一命 在故事的结尾 小帅和小美有情人中成眷属 他们也终于当上彼此的男女子 成了离家戏中羡煞众人的抗议情侣 经常为大家贡献出精彩的表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